把迪士尼公主放在自己前排的货带上 进门正中间放上爱莎 现在咱们让小珊进来逛一逛吧 下去咯 魔鬼 要不要发现小珊最近有点阴谋啊 不会啊 缩在屋里都不出来 她把自己埋葬了一堆棉花里头 小珊 小珊 你怎么了小珊 感觉她的表情看起来好忧伤啊 那连她的女朋友都不理了 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她开心一点呢 我出到了 我们来给小珊带着迪士尼同款商店吧 正好还买了迪士尼盲袋 虽然我们不能带小珊去迪士尼 但是我们可以给她一比一 还认为一个小小蛋的迪士尼商店 这还算是了 往上开放 开箱 哇 里面好多袋子呀 这一部也太多了吧 我今天说就有后一部呢 那我还不就说 纯净式搭建商店 开箱 咱们把这些大盲袋小盲袋 全都给拆开 可以 休息一下 测顶 右边 登上商家的大门头 门里收音台放在进轮的右手边 老套货架 还有城堡造成的货架 都来几个货架 来个小桌子 商店贴好咯 咱们的商店 暂点 是个空弄弄的感觉 咱们赶紧把萌球里的东西拆出来补货架吧 新手大战里的风暴白冰 一个手提袋 美国队长 大沙公主 小脸子 把迪士尼公主放在最前排的货架上 进门正中间放上爱沙 剩下的公主全部放到城堡货架上去 小伙伴们 我们的迪士尼商店完成了 今天自己购买的商品种类也太多了吧 获架上满满荡荡全是玩具哦 现在咱们让小山进来逛一逛吧 下去了 它好像对里面的东西很好奇啊 小伙伴们猜猜猜 小山会想要买什么呢 它好像往前走了耶 它究竟想去哪里啊 嗯 它好像喜欢这个实地仔 小山终于变开心了 教伴们 你们想要有小山的同款商店吗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哟 咱们